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辛辛苦苦赚钱给富诗其花 结果名气还没富诗其高 诚意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那么努力挣钱给富诗其花 结果名气还没有富诗其高 诚意原名富诗其 虽然说改了一名 但是大家都还是特别喜欢叫他原名 喜欢叫他奇奇 也有喜欢叫他依依的 都觉得特别亲切 结果呢 大家叫他小名比诚意的名字还火 诚意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不辞辛劳 为了追求表演事业的成功 他一直不懈的努力付出 在拍摄期间 他常常几天不合眼 孜孜不倦的钻研角色 为了将角色演绎的更加完美 不断的反复推敲 不断的完善 他的付出和努力不仅表现在拍摄的过程中 更体现在日常的自我修炼和角色准备中 他不断的充实自己 挑战自我 不断超越自己 这样的工作态度和付出精神 彰显了一个优秀艺人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担当 付诗奇是成艺的原名 虽然改了艺名 但依然有许多观众喜欢以付诗奇的原名来称呼 大家都喜欢叫他奇奇或者伊伊 觉得特别的亲切 连导演平时也喜欢叫他伊伊 这就造成了成艺的原名比艺名还火 都说成艺辛辛苦苦挣钱给付诗奇花 结果名气还没付诗奇高 一直都在呼吁大家叫成艺的大名 不然网上不计算数据 可是爱伊伊们还是特别喜欢叫他奇奇 小明是观众对他情感联系的一种体现 也是一种亲密的称呼方式 奇奇和伊伊的叫法更展现了观众 对他的熟悉感和亲近感 这种称呼方式更能拉近观众 与成艺之间的距离 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 城市与川明西